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261口8HK播放模式ProMiles分 便帅1920X1080视频宽高音量50视频协议 CDN下载速度 缓冲质量 帧数错误 马61101.13080.1 版本号 3.4.37 2018年8月21日12点35分36秒 播放流水8952db20462c73f3f8f7d374547882d270201 本地日志点击下载 点击清除 腾讯视频观看完整版 按住画面移动小窗 X-W-I-N-D-O-W-D-A-T-A-V-I-D-E-O-A-R-R-P-U-S-H-V-D-Q-00261-Q-8-H-K-I-M-G-H-T-T-P-E-N-O-S-G-T-I-M-G-C-O-M-N-O-S-A-P-L-S-0-4-9-4-8-9-2-3-0-4-0-6-0-4-8-0-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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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23日训火箭队当家球星张姆斯哈登近日在UCLA与雷平队两大核心们斯布鲁克和保罗乔治进行合练 他们三人才与其他球员搭档与洛杉矶地区的一些成名球星打了一场训练赛 吉诺比利忍经考虑退役将与波帅见面做出决定UCLA是加州大学洛杉矶温校 哈登、维斯布鲁克和保罗乔治都是洛杉矶地区人 所以他们这次算是回到自己的家乡一起合练 召集此次训练那是钱尼克斯的训练师克里斯布里克利 此前布里克利已经召集卡梅隆安东尼、克里斯保罗、兰斯史蒂芬森和坎特等球员进行过特训 在训练赛中哈登与梅少、乔治分在同一队 另外还有几名其他球员 而他们的对手阵容当中有奥斯汀道里福斯、巴迪西尔德、比斯马克比勇博、凯文、鲁尼等洛杉矶当地的NBA球员 在训练赛中哈登的状态相当不错 他经常能够很及时地送出一些妙传 还能把握住机会快速向篮下突破 给对手的防线造成很大的冲击 维斯布鲁克在训练赛当中则是更加注重接球就投三分的练习 他在训练赛中对以前习惯的打法做出了一些调整 不时过多运球 更多时候是在外线跑位 接到队友的传球之后 马上就出手投三分 魏少今年夏天一直在苦力接球就投三分 这是他打法中相对薄弱的一个环节 也是他努力想要提升的方面 不过 从训练赛的情况来看 魏少接球就投三分的命中率并不算高 上个赛季后半段 保罗乔治受到肘部滑舰盲盐 的困扰而投篮状态下滑比较明显 从这次与哈登 魏少一起打训练赛的情况来看 他已经完全克服了此项伤病的困扰 他在训练赛中的命中率也相当不错 看上去乔治已经进入了被占星赛季的不错状态 伟恒